就在刚刚结束的女排欧联杯决赛中 中国女排选手朱婷和姚迪 效力的意大利 斯坎迪奇俱乐部 13比0完胜罗马尼亚 布拉日俱乐部 朱婷手术康复后 他加盟了不算顶尖强队的斯坎迪奇俱乐部 征战欧联杯赛场 本场比赛中 朱婷依然展现了自己超强的实力 若不是第三局胜负一定朱婷被换下休息 朱婷的数据无疑会更出色 然而本场最大的遗憾是 赛后的颁奖典礼上 欧联杯的官方MVP却颁给了 俄罗斯转机加入意大利的新星 安特罗波瓦 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朱婷的数据无疑更出色 在俱乐部生死存亡的每一个关键场 关键局 如没有朱婷的出色发挥及稳定军心 俱乐部不可能一路杀到最后 登上最高领奖牌 朱婷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 他对于球队的重要性也非年轻的安马可比 即2017年欧冠杯夺冠五远MVP后 朱婷遗憾再次被偷走了一个MVP的荣誉 有许多网友被朱婷的表现蛰伏 在赛事方社交平台下留言 为什么朱婷表现更优秀 却没有加冕MVP 谁料到赛事方居然开始删屏空屏 这就是赛事方的奥曼语偏见嘛 好在朱婷即将回国备战奥运会 你对朱婷和赛事方分别有什么想说的 在评论区留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